哇 这条街上吃的好多呀 大家好 我是小黑 我现在在滨海熏期的学校大街上啊 这天气从零下好几度猛然又跃升到了零上十度 今天好暖和啊 前几天我去唐姑那边吃了一个北唐包子铺 憨子馅的包子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但是有很多粉丝给我留言 说在唐姑这边最有名的应该是鱼大眼包子 鱼大眼包子铺 这个名字还是很有个性的啊 不过我找了半天没有发现这个鱼大眼包子铺 但是啊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找了这么一家店 据说啊是从鱼大眼那个包子铺演变而来的 今天咱就去看一看啊 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那个包子好不好吃 应该就在前面了 看见了啊 就是这 叫鱼桥 就在这个大街的街口这 这是鱼桥中华餐饮名店 今天来的比较晚 咱进去看看啊 您好有饭吗 还有包子吗现在 有啊 鱼桥包子中华名小吃 这店还挺大啊 还有二楼呢 包子在哪 哦是后面 青虾特色包 二十八一笼 鱼桥本味包十七 憨子白菜鲜肉二十二 还有蒸饺和水饺 咱这特色的就哪种包子 那个本味的 那就来一笼本味的 一卖就是一笼 对一批九个三个 是鲜蒸吗 嗯对 本味就是传统肉呗 肉鲜鲜的猪肉大葱仙人 憨子白菜肉 我看咱们这试说是从鱼大眼包子 这个就是鱼大眼包子 就是鱼大眼包子 现在改名了是吧 改了好几年了 手艺还是那个味是吧 嗯还是以前的老板 还是以前的老板 青红柿汤 那就来一趟尝尝 真的是找对地方了 这块就是以前的鱼大眼包子铺 只不过现在人改名的更大起了 叫鱼桥 但是老板还是那个老板 一直没变 我们就怕人多 每次吃饭都晚来一点 现在已经有十点多了 整个餐厅里就我们俩人 也太肃静了 等着包子 包子现包子 哎 姐姐有蒜吗 来了吗 蒜有 包子必备啊 提香 看看这包子 都是现包现蒸的啊 这个头不算太大 包子的小纸挺漂亮啊 然后这油都没阴出来 面很香啊 还有一碗西红柿鸡蛋汤 小颜色多漂亮 绝配 先尝上包子啊 不知道这什么 就像你在我的床 但你把我放在红柿 哦 哦 全部都像测试 我比较好 不认识 都会出现状态 但如果我躲下 然后我玩死 然后我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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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躲下 我躲下 一顿饭 吃了52 我们俩还喝了一碗汤 我发现只要一吃包子就吃多了 中午肯定又不用吃了 总体来说味道啊 还真的是不错 但是你要说有多特别突出 我绝对没有太特殊的地方 特殊的地方 但是你要说有多特别突出 只是他那白菜憨子里呢 会有猪肉 所以那个吃起来会更香 但是我们摄像觉 那白菜憨子不带肉的好吃 他喜欢吃素的 我喜欢吃肉 总体来说 这鱼大眼的包子 没让我失望啊 对对对 现在叫鱼桥 行吧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喜欢小黑什么用 不要给我关注评论 转发收藏支持一下啊 bm讯息里面有什么好吃的 一定还可以推荐给我 我去给大家良心评测一下 行了